《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2月26号 是《建民论推墙》的1563期 我们今天的节目仍然围绕到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局 就是这个战局的推进 围绕着这个俄罗斯部队 进攻这个乌克兰首都基辅不断受阻 围绕着整个这个战局对全球形成的影响 以及各个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 我们围绕着这个专题来讲 因为这是世界的头等大势 等于什么 等于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如果说像中国这样的一个邪恶国家跟俄罗斯一起配合 去挑动全球的战争 比方说中国这个时候也在攻打台湾 那么那个俄罗斯在攻打乌克兰 东西两条线都同时作战的话 那么形成什么 形成全球的民主国家对中俄一并的制裁 这就形成了二战的这个局势了嘛 也就是邪恶的族心国当时是德国拉着意大利拉着日本东西两条线 在欧洲在亚洲展开了全面的进攻 那么美国参战以后最终是什么 最终是同盟国一举 歼灭了这个族心国的德国和亚洲的日本 这二战结束了已经七八十年了 这个大家都从历史史实里面都可以看到 但是历史是有轮回的 二战它结束了七八十年 现在呢 这个俄罗斯呢 这个普京呢 不需要策划什么 完成他自己的俄罗斯帝王梦 他现在这个出兵的这个理由是什么 他要去破除斯大林 曾经什么 曾经导致的帝王的这个土地就是沙尔王 他曾经占有的土地的丢失 所以现在普京的眼睛不仅仅是瞄着乌克兰啊 包括整个俄罗斯附近的很多邻国 他都对他们有领土的需求 也就是他想在他这一生里面实现什么 实现俄罗斯撒谎多少代没有完成的撒谎梦 这是呢 普京要做的这个事 那么习近平也是这样啊 习近平也千古一地啊 他也希望能够收归国土 不是那种叫犯我中华虽远必诛吗 所以对习近平来讲 他现在有没有可能跟普京联手呢 习近平也没这个本钱 习近平他打台湾他现在不敢 他如果现在跟俄国联合起来 就是一个去攻打乌克兰 一个去攻打台湾的话 那习近平比俄罗斯死的还要快 你看俄军就是俄军他自己号称他有多少万的部队 他怎么样有军事实力 他的国防怎么强大 但实际上一打就露线了 俄军完全是外强中干啊 虽然俄军现在已经不断地接近了乌克兰首都基辅 根据这个俄国塔斯社的报道 说是俄军最先头的部队 居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国会大厦呢 仅剩十公里左右 普京的目的是想数战数决的 快速攻占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然后呢扶植一个什么 扶植一个傀儡的政权 宣告什么 宣告他就暂时结束 而且这个乌克兰新扶植的傀儡政权 一头就倒向俄罗斯嘛 甚至愿意俄罗斯并购他乌克兰嘛 你乌克兰东部的两个州不是已经独立 愿意倒向俄罗斯了嘛 那整个乌克兰如果给他扶持的是一个傀儡政权 也可以通过一个他们操纵的这个公投 然后就决定乌克兰又倒向俄罗斯 这样乌克兰不就全部算是俄罗斯的领土了嘛 所以他普京就是这么去想的 他现在他的这个部队就一路什么 一路攻打到这个乌克兰首都基辅 但是呢在整个这个前几天的这个攻打过程中啊 非常的不顺利 就是乌克兰的这个抵抗啊相当于有成效 俄军的推进速度不仅没有那么快 而且什么 而且是俄军现在被抓捕了大量的俘虏 很多俘虏都是自动交强的 因为人家不愿意自己的人民屠杀自己的人民嘛 很多乌克兰那些抵抗军都是讲俄语的 跟俄罗斯来的这些人他们是同中同外 同语言同文化 他们凭什么要自己人打自己人啊 虽然普京是希望说转说绝 但是乌克兰战争远远没有像普京想的 能那么快去结束 或者即使是普京占领了基辅 占领了乌克兰也不可能就说这个战事就结束了 因为乌克兰他已经做好了全面抵抗俄罗斯亲越的准备 即使是首都被俄军占领的话 那么乌克兰政府也可以撤离嘛 撤离到靠波兰边境 就是往西面撤 撤到靠波兰的叫利沃夫 在这个地方继续抵抗 利沃夫现在这个城市啊 因为它靠近波兰跟波兰很近 只有几公里的路程 那么这个城市现在已经有一部分西方列强 他们把他们的领事馆现在就临时安排在利沃夫 如果占据不力的话 他们就马上可以撤到波兰去 那么同样的乌克兰政府呢 如果是在基辅完全丢失的情况下 也可以撤到利沃夫来 因为利沃夫已经是在整个乌克兰的最西面 跟波兰接着跨入波兰国境 也就是几公里的路程 所以说呢 现在就是说乌克兰已经有这个打算 并且呢 现在因为你俄罗斯悍然入侵乌克兰全球的 这个西方民主发达国家 肯定要对你俄罗斯制裁的话 那么所有制裁的措施现在网络上呢 已经公布了很多 我觉得绝大部分的制裁措施呢 基本上是不疼不痒 包括拜登宣布的要制裁普京 制裁这个俄罗斯的外交部长 不允许他们踏入美国 他们不可能来美国嘛 什么对他们的资产冻结 他们在美国没有资产嘛 他们混的都是他们的卢部 所以说呢 这个拜登他这个制裁呢 只能讲是象征性的 那么真正对俄罗斯应当有严重打击的呢 适应当什么 适应当把俄罗斯立即剔除什么 剔除美元结算的SWIFT系统 如果是俄罗斯被剔除SWIFT系统 那么整个俄罗斯的经济就断垂了 大家都知道俄罗斯是靠卖能源来产生它自己的GDP的 它所有的能源 天然气也好 石油也好 主要的销售国家是西方 是欧洲那些主要依赖俄罗斯能源的国家 那么它还有一些二手的武器 一些已经淘汰的武器 它可以卖到中东 卖给那些什么 卖给那些反美的武装 尤其是伊朗和一部反美的穆斯林武装 但是如果没有外汇结算的话 没有SWIFT系统的话 那么你俄罗斯怎么收钱呢? 难道人家都扛着一包一包的假美元来给你买你的天然气 买你的武器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把俄罗斯提出SWIFT系统是非常关键的 北云打算以波兰为基地 然后组织不断的支持乌克兰的 所有对乌克兰抵抗组织 抵抗军的这些人的军事物资 通过波兰远远不断的输送到乌克兰 支持乌克兰 也就是战争的这个战线会拉得很长 俄罗斯要想立即结束战斗 什么数战数决是不可能的 这就像当年二战时候 二战希特勒突然发动对苏联的战争 他就是打算在半年之内要结束什么? 结束整个德国侵占苏联的战争 他要求拿下莫斯科是不能超过当年的秋季的 因为他知道到了当年的冬季 德国人扛不住 莫斯科那个冷啊扛不住 苏联那个冷啊 到了冬天可能就冻死了 所以一定要在冬季到来之前就把莫斯科拿下 但是呢 德国人就是没有如愿以上 斯大林格洛保卫战的时候当时是巷战啊 那么这个德军他根本就很难前进一步 每前进一米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是靠苏联当时顽强的抵抗 阻止了德国的禁军 然后最终什么 最终就是这个战线拉的时间很长以后 然后就拖垮了德军嘛 也就是战线一旦拉的长 随着这个时间不断的跨入冬季 冻就冻死了很多德国人 加上什么 战线拉的长也就是后勁补给线就长了 那么后勁补给就跟不上了 包括很多坦克军事装备所需要的这些燃料石油 根本都跟不上了 这是当年二战 那么今天也同样啊 你俄罗斯想出战出截 占领基辅 占领乌克兰 迅速扶植你的这个傀儡政权 你做不到这一点啊 因为乌克兰的抵抗军 他这个抵抗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啊 也就是在这两天俄罗斯爆发战争前36个小时 根据什么 根据乌克兰国防部 他爆出的这个战报 殲灭了整个俄罗斯的侵略军 大约什么 大约消灭了有三千个敌人 也就是直接打死了三千人 那么俄罗斯国防部公布呢公布是两千八 这个呢这个大差不差 也就是他们之间里面也百分之十都没有杀到 说明什么 说明确确实实俄军在最初的这个前两天的这个战事里面 48小时之内就已经损失了嘛 损失了三千名俄罗斯军人的生命 你想想看这个代价多大呢 按照这个代价继续往下拼的话 普京如果不能迅速的占领乌克兰 那么俄罗斯年轻的生命还要付出多少炮灰呢 加上国际社会现在都不断的要制裁俄罗斯 指责俄罗斯 美国也要求你中共必须现在要选边站 你究竟是支持俄罗斯 还是支持美国 支持世界正义的力量 但是中国每次都是这样讲 讲的好听的很啊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 议政词言讲 我们每次都是站在正义公平的一边 比方说伊拉克我们就是站在沙达姆一边 利比亚我们就支持了卡扎菲 罗马尼亚我们就支持了齐奥塞斯库 委内瑞纳我们就支持了马杜罗 阿富汗我们就支持塔利班 俄罗斯我们当然支持普京 因为我们是伟光正 所以说我们一贯正确伟大 我们支持谁 当然了我们支持谁 谁最终肯定被消灭 那么肯定被正义所铲除 这就是中共它历来 它都是选择最邪恶的一方 整个俄罗斯战事一爆发 中国的小粉红是兴高采烈啊 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是支持这场战争的 只有中国的小粉红他们非常开心 他们认为俄罗斯打得好 也就是中国所有的这些老百姓啊 尤其这些小粉红给党国洗脑状态下 他们已经完全像党国一样的思维状态 这就是我刚才已经讲了 随便国际上是什么邪恶的势力 中共总是站在邪恶立法 而中国就有这种支持中国政府的 站在邪恶的小粉红 暂时第一天中国的乌克兰大使馆 它激动人心的告诉乌克兰所有中国的侨民 俄罗斯是中国的友邦 俄军等于友军 你们如果要防止俄军误伤你们 你们就在你们的汽车上面挂上五星红旗就可以保平安了 也就是中共讲的话无论是在人民日报凤凰网就中国主要的官媒上面都这样宣传 一下子小粉红激动啊 就觉得俄军打过来以后 我们插个五星红旗就等于我们就是俄军的友军是不可能误伤我们的 很多这个小粉红那些没脑子的人就在他们汽车上面挂上了五星红旗啊 结果呢 人家乌克兰的抵抗军看到华人在自己的汽车上面贴上中国国旗 那人家乌克兰的反抗部队看来就很生气啊 认为你这个不就是给俄军带路吗 所以一炮就把他轰掉了 那么还有很多小粉红他们是看无精的电影看多了 这部分华人他们自己呢就在自己家门口他们大门上面插一个五星红旗 以为呢他们有五星红旗俄军就保护了 结果人家入侵的俄军看到了以后一炮又给轰掉了 有他们的华人邻居侥幸没有死的就问俄军就说 我们这个五星红旗挂的我们就是友军我们不都是马列子孙吗 你怎么把我们五星红旗的房子就轰掉了呢 俄军说现在我们占领着了 我们不允许你们华人去卖假货了 所以说这个话呢是网上呢是笑话 但是你要知道大使馆通知大家刮到五星红旗实际上就是让你们送死 所以说到了第二天中国的乌克兰大使馆马上再次发布公告成 不要随意的亮明身份 不要展示自己有识别性的标示 什么叫识别性的标示啊 五星红旗就是你们识别性的标示 那种继续刮到五星红旗的你就准备自己先挂掉 因为什么俄军见了就轰啊 中共一开始没准备从乌克兰撤桥啊 它觉得这个俄军来打嘛俄军肯定保护我们中国的华侨啊 他们是默认了俄罗斯是自己人嘛 而且相信俄罗斯呢应当它这个进攻的速度啊是进展神速 几个小时就可以占领基辅 甚至准备号召这个乌克兰的中国侨民呢准备呢 以赢王石拿着五星红旗去欢迎俄罗斯的这个占领军 但是呢 战时打了第二天 马上就发现呢 俄罗斯实际上是外强中干嘛 根本就不是乌克兰守军的对手 进攻呢是年年受阻 目前的情形呢嘛 目前的情形看起来是乌克兰要赢 这时候又慌慌忙忙的就告诉侨民呢不要晾中国人的身份 甚至呢准备撤侨了 而中国大陆的小粉红呢 一个个心高采烈的 认为他们马上就是什么 就可以从乌克兰带来美女了 很多人都说我家有几间房 我要收留多少个乌克兰美女 以为什么人家乌克兰溃败大量的乌克兰美女 全部像难民一样逃入中国 小粉红这下子就可以接受到乌克兰美女 连徐州的那个董家庄都高兴的很 这时候就不用拐败了 铁链这也不需要了 乌克兰美女全部把村庄里面就住满了 所以他们天天盼着乌克兰美女像难民一样涌入徐州 这下徐州董家庄就热闹了 所有的董家庄像董志明这样的人 哪一个人不去 省个十个八个啊 这小粉红最快醒了 全世界发生这种非正义的战争 这种侵略的战争 只有一个国家是最高兴的 只有中国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是派手称怪的 这就跟当年911一样嘛 911当时美国发生这个恐怖组织 是对纽约的这个袭击的时候 全世界都是悲痛中嘛 只有中国上上下下都欢天喜地嘛 但是呢小粉红要失望了 也就是俄罗斯的进攻呢 一点都没讨到便宜 人家乌克兰的国防部部长已经说 乌克兰人在俄罗斯入侵的前36个小时 就已经嘛 就已经损失了近3000个俄罗斯士兵的生命 也就是你还没打呢 就死了很多俄罗斯士兵的命 你想想看 这个普京有多少俄罗斯的炮灰 他供得上吗 俄罗斯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很差的这个国家 它完全是靠卖能源卖二手武器 然后去获得一点GDP 现在全球对它制裁以后 卡断它所有的运输通道 它没有一地石油 没有一把武器可以卖得出来 到哪里来去挣GDP呢 尤其什么 欧盟现在主要的是英法 现在坚决提出什么 要对这个俄罗斯在斯维夫特呢 停掉它的这个国际结算系统 拜登在星期五也公布了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长叫拉夫罗夫 对他们个人进行制裁 不允许他们再到美国来 这个呢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象征意义的 真正对普京对拉夫罗夫呢 没什么实际的效果 因为他们这个时候不可能到你美国来 他们在你美国也没有资产 所以这个制裁实际上是放个空袍 这就跟中共一样动不动制裁什么蓬佩奥 他知道蓬佩奥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因为蓬佩奥一没有财产存在中国 二没有二奶包在中国 三没有子女在中国读书 所以你制裁蓬佩奥 你制裁什么呢 这就跟拜登现在制裁普京 制裁拉夫罗夫一样 但是有杀手锏的工具呢 现在呢 争议很大 就是能不能用 也就是英法现在都提出要把俄罗斯把它排除出国际结算系统斯维夫特之外 德国呢 一直是摇摇摆摆的 这个德国就从来不是一个好国家 整个这一百多年来 你从一战的历史 二战的历史 到冷战的历史 再到这次俄罗斯进攻乌克兰 你就可以看出 德国一贯是搜出两端 也就是现在要制裁俄罗斯了 要把它排除出斯外福特系统了 德国一会儿同意了 一会儿不同意了 一会儿又同意了 它永远什么 永远就是跟邪恶站在一起 历史上无数的事实都说明了 整个欧洲 欧洲起源的祸端都跟德国跟俄罗斯有关 也就是无论是德国挑起战争 还是俄罗斯挑起战争 另外一方总归什么 总归是同情和支持这一方的 斯外福特为什么如此重要 如果一卡住 为什么俄罗斯就死了一样 因为斯外福特它基本上是全球的一个经济结算系统 一个金融结算方式 也就是全球任何一个国家 你只要开展贸易 你自己的货币要兑换外币 你要在国际市场上面赢得各种贸易机会 无论你是买东西也好 你是卖东西也好 你收款也好 你付款也好 你都要通过斯外福特系统 全球二百多个国家都是斯外福特系统 它这个系统内的会员 每个国家都遵循着斯外福特系统里面的规则 然后大家进行公平交易 如果把你剔除这个系统 就意味着别的国家跟你没办法付钱了 除非什么扛着现金去啊 而现在有几个人交易是扛着现金去的 一是大宗现金根本就不能入境 第二个嘛 很多现金里面有假钞 你难道俄罗斯他现在收的各种都是假美元吗? 那俄罗斯如果一旦被踢除斯外福特系统的话 俄罗斯肯定死得很快啊 这也就是为什么因法都坚决提出 目前来讲德国是摇摇摆摆 德国一会儿同意一会儿不同意 而美国现在也是收出两端 美国一会儿愿意这样去制裁 一会儿有时候还要保留 我们要看一看 所以说现在普京就是利用你拜登的软弱 知道你拜登无能吗? 所以说普京他才可以嘛 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普京是看中了第一个是拜登的软弱 第二个呢是欧盟都不齐心 就是北约国家现在呢表面上大家都喊着要怎么制裁 但实际上他们很难团结性根本出台那些有制约性的 真正有打击性的对俄罗斯有致命性打击的各种措施呢是难以出台的 法国跟德国实际上是一路不破 你别看法国现在跟英国他高喊着要制裁俄罗斯 实际上法国跟德国是一路不破 都是装模作样的一边高喊着要谴责啦 一边呢主张就是要跟俄罗斯通过谈判来解决乌克兰的问题 谈什么谈啊 普京跟你谈判嘛 普京是濒临城下打到什么打到你基辅以后 然后他扶植的傀儡挣钱 他在跟你谈判 谈来谈去他都是要把什么 把乌克兰划归基友 其实俄罗斯根本就耗不起嘛 如果欧洲和美国一起在经济上制裁俄罗斯 乌克兰只要抵抗住俄罗斯 耗不了几个月 俄罗斯就死悄悄了 就凭俄罗斯那年家底 他哪里耗得起一场侵略赞成的 俄罗斯的GDP是很低的 我多次讲过俄罗斯全国的这个GDP 一年的GDP不抵中国的一个广东省 而且他主要的GDP 90%的这个经济收入都来自于能源 来自于卖天然气 来自于卖石油 以及卖一些二手的武器 那么这一场战争一旦打起来以后 他能源是一点都卖不掉 所有欧洲都不会再依赖他任何能源 这个管道就已经被停掉了嘛 同时他这个二手的武器就更卖不掉 因为武器完全美国军营嘛 所有的那些伊斯兰组织 那些邪恶的恐怖分子的武装 现在没有办法从俄罗斯现在再拿到武器 所以说呢 最终普京被制裁了以后嘛 普京制裁只能去什么 找习近平 找三胖 把他自己那些能源卖给三胖 送给中国 拿一点人民币 问题是人民币能当卢不用吗 你给三胖 你给三胖 三胖是没钱的 三胖最多拿一点明太瑜给你 然后就算抵债了 这个明太瑜可能很多年轻的中国人不知道啊 中国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那一带执政的时候 所有跟朝鲜之间里面 朝鲜欠中国的钱 最终都是什么 拉明太瑜来还账了事 这个明太瑜是整个朝鲜它这个海域边上啊 那个最垃圾的一种鱼 这种鱼根本不需要鱼民去捞的 因为这种鱼呢 整个一个浪一打就全部被冲到海滩上 冲到海滩上面以后 潮水一退 整个海滩上到处都是这个死鱼 然后朝鲜人就把这个死鱼把它装起来以后呢 装起来以后 然后拉到中国来给中国抵债了 说是这些鱼是他们朝鲜特产 那时候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领导那个年代 很多人家每年过年的时候发下来的什么政府慰问的产品 就是这个明太瑜啊 这就是朝鲜来抵债的啊 今天三胖仍然是这样啊 老毛子把自己的这个石油拉到三胖那去 三胖给他钱 三胖给不了三胖 就给点明太瑜啊 这明太瑜说中啊 比那个咸菜萝卜干还要难吃 还要难以下咽的 但是俄罗斯没办法他最终的嘛 他最终只能拉着朝鲜、伊朗这种小兄弟 拉着跟习近平两人同流合污啊 在整个这一次俄罗斯攻占乌克兰危机中 欧洲国家表现得最好的 主要什么还是英国 那么除了英国之外呢 就是波兰、波罗的海的三个小国、捷克等国家呢 都表现得相当不错 也就是他们帮助乌克兰度过这场危机 他们给乌克兰大量的支持 并且完全站在阵营的方面 未来这个欧洲的格局只要什么 只要坚持正义 我相信一定会向着有利于美英的方向发展 关键什么 拜登要能够负起这个责任来 能担负起美国这个全球领导地位来 整个战争一爆发以后 中国的小粉红是最开心的 认为什么 马上这个俄罗斯就把乌克兰打掉了 既然俄罗斯能把乌克兰打掉 而且堂而皇之地收归乌克兰 把乌克兰认为是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领土 那我们就可以打台湾啊 台湾也是自古以来是我们的领土啊 也就是俄罗斯那边打乌克兰 我们马上就打台湾 所以说很多大陆网友看到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以后 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啊 给台湾网友留言就说 24小时我们就搞定你们 人家台湾网友马上就回你们 就问你搞定铁链女你们用了多少个小时啊 也就是你先把你自己家里面那些脏事搞搞定吧 整个铁链女的世界呢 被老毛子一顿火炮攻在乌克兰以后呢 然后就打哑叫了 也就是本来全球都在关注的铁链女事件 被什么 被这个俄罗斯把这个乌克兰进攻以后 现在呢 铁链女的世界呢 就成功的让中共又逃过了一劫 这就让我想起上一次2019年年底的反送中运动嘛 当时整个香港每周都是大规模的上街的和平抗议 也就是每周都去 从来就没停过 结果呢 武汉疫情以来整个香港就压掉了 这次也是这样 老毛子一顿火炮攻占了乌克兰以后 整个全球的注意力全部关注到俄乌战争上面去了 也就是很少有人再关注铁链女 但是我们始终要抓住铁链女不放 绝对不会随随避免这个铁链女这件事就让它淡化下去 也就是俄罗斯进攻乌克兰它这个战局是一点都不顺 也就是这个战局如果是不顺 那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很多网友提出 如果俄罗斯因为攻打乌克兰 导致俄罗斯经济崩溃 军群民心禁食 最终惨败不得不从乌克兰溃败撤军 这时候的俄罗斯完全是不堪一击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趁着这个时候 趁着俄罗斯趁着普京 他已经奄奄一息的时候 我们能落井下石呢? 不是泛无中华 岁远必出吗? 这不是最好的时机吗? 习近平应该立即改变原来的攻台策略 变打台湾 改成打俄罗斯 也就是什么 立即什么抓住战机 挥石北上吗? 一举夺毁海生外 以及北方被沙俄强占的各种领土 好几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呢? 这些领土全部都可以把它收回吗? 这不都是我天朝的领土吗? 这不是更符合习近平中国的强国梦吗? 也就是这个时候如果强调到泛无中华 岁远必出 那是非常清楚的 你俄罗斯本身就奄奄一息 再拆你一脚 再把所有的领土拿回来 也就是你解放军全部兵临莫斯科城下 要么呢 要么领土还回来 要么呢 克里姆林宫现实就报废 习近平如果这样做了 不就是成了千古一帝千年明军吗? 他在历史上留下多大的光辉啊? 一种就是把领土乖乖的还回来 习近平作为安危 所以 稍微呢 给普京呢 送点钱 反正呢 天朝有的是钱 你把领土拿回来 所有人不在乎你这时候给点钱给普京 因为呢 你不给普京这些钱也给你的亚非拉的国家 给你那些所谓友邦去搞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 每年给你送的几百几千亿啊 你有本事把这个领土拿回来 尤其是当俄罗斯惨败已经完全是嘛 完全就是普京都活不下去的时候 这时候你逼迫普京 普京不得不把原来这个强占中国的领土不就还给你了吗? 你习近平真的能够把祖国曾经被老毛子霸占的领土拿回来 那你习近平在中国获得的威望多大啊? 你二十大连人还是个问题嘛 肯定没问题了嘛 就不需要再去消灭什么那些二十大 你那些党内的对手 就凭你这个历史攻击 你肯定是千古一地了啊 所以习近平现在要从后院去包抄老毛子 一举断了老毛子的后路 然后最终呢 拿回那么中国被老毛子强占的领土成全自己千古一地的中共 这不就实现了吗? 小粉红你们赶紧给习近平打击 让习近平把这个盗车开快一点 开快一点呢 也就是习近平带着所有小粉红 一起呢悠悠慌慌做你们的中国梦 最终你们呢 就升天了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跟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 打个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打个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